这话叔叔可能会被人告啊 我打了一辈子上去不能享受享受吧 每次五十秒哥我出来了 我开着试试你做什么 哈哈哈哈 小哥我就来哟 哈哈哈哈 涛老师别刷了 这两些网友不都想让你测一下李明华吗 刚好李明华也到了 咱去做个菜呗 李明华调味料到货了 189 200克 哈哈我买完他就下价 很有可能我这是最后一包 今儿咱一共俩菜 一个土豆丝一个烤鸡翅 我先把菜买了啊 买点土豆子 哎呀鸡翅 OK 足矣 等着啊 一会来了咱就做 2 hours later 东西都煮全了啊 这和我当初猜的一样 十三香加味精 哎呦 我也发明一个啊 不卖189我卖826行不行 以后你就是 唐人街高里头 哈哈哈哈 唐人街两克 嗯 咱把土豆卸了啊 我还挺能够烤鸡翅 好啦 咱们是炒土豆片还是炒土豆块 你能调 土豆块啊 行 土豆块 土豆块 土豆丝跟头 prospect吃 鸡翅 去 führt 整个土豆 这个土豆 poo四啊 切鸡翅镁 你真切细的不好吃 火柴那个粗细 才是炒的最好吃的 切刺乳 此视频无加速 葱姜蒜 鸡翅给刀 皮这边给两刀 里边这层 竖着改刀 为了以示公正 我是一锅都腌出来 然后分成两份 其中一半 加李明华 料酒 生抽 抓匀 李明华搁里头了 把李明华抓住了 香料味好冲 绝必少不了 味劲一大把 这主要料板上的写着呢 锅上火烧热 放食用油 下干辣椒 土豆丝 食用盐 上去这点 要放李明华 鸡翅也好了 鸡翅出锅 看这小颜色 这盘是原味 白盘是李明华 中才老有什么 XO酱炒那 XO酱炒那 餐饮市场上 会不会出现 李明华炒这个 李明华炒那个 还是不出名啊 现在他还不出名啊 大家都是对他的印象是不好的 他要是老干妈那种的话 看这火不多真假厨子说 测一测李明华到底好不好吃 鸡翅 2988 叔叔从我嘴里调数一个 好 辈脆 咸咸烤 合适 我再尝尝尝李明华 李明华超出鸡翅 189 我尝出了味精的味道 原味烤试 尝尝尝 这小鸡翅烤的 皮胶肉嫩 胃透骨髓 这话也就说自己 这要说别人还不会骂死 嘿嘿嘿 李明华的烤鸡翅 这个就比橱翅翅吃的 就相对明显了 它那个鲜味就更冲 就更体现出来了 然后说如果说这是那个 具体的香料的味道 其实不重 不重 味精的作用很明显 放了李明华的 明显鲜味更重 你看说吃出什么特殊的味道 吃不出来 鲜味重 因为它味精 只能这么说吧 味精作用很明显 我也不知道 它为什么能卖出来189 可能还累赚了185 这话说出来可能会被人告 好了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暂语鉴定 李明华是什么 就是13香加味精 诶 你们在吃什么呢 我想吃 有请专业吃货 极其官王同志 嗨 baby 嗯 这也就是那种素炒薯豆腿的味道 会有一点点盐郁 但是还很清淡的 然后口感还是比较爽脆的那种感觉 好喝 嗯 这个味道就会有一点点那种糊香味 好像是有一点辣椒 然后味精的那种味道 更重一点 还得去那种五香粉的那种感觉 还要来个鸡翅 嗯 嗯 就那种肉的鲜香味 然后加了一点点盐 好像没有其他的 是吗 我看你这个放到肉上面差一点不大 没有什么感觉 还是会就多了一点点那种 胡香粉胡椒那种味道 但是就是变化不大 非常小的这种差别 就你跟家里边加一点这种13香 其实味道差不多 可能还没有13香好吃呢 这谁做的是做的真好吃 找这个伙伙 这刀是真够快的 当厨师这么多年 断过手了 什么 断过手了 没有 我唯一一次重大事故 就是把刀砍在了我同学的手上 我就这样砍排骨 拿着柳刀掉在一块 它就从这很自然前进 完全一扔 盆的位置就在这 完全一扔 我这刀就什么下了 怎么砍在手上 有刀是长吗 那种 后边是这 后边是坡路的那个 那刀重啊 就砍它这位置 得亏他这手 没粘转吧 粘转吧 就得下来 你要我砍排骨 我得使得劲